得獎的是 緊張時刻打開信封 宣布得獎者 第48屆曾旭白新聞獎揭曉 今年共有456件作品參賽 創歷年報名件數最高紀錄 凌選出50件優秀作品 入圍教竹13個獎項 中家寬評贊助的媒體素養獎 入圍者也貫徹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性 卓越獎跟曾旭白新聞獎 對台灣的媒體界來講 不管是分或者合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獎項 我們鼓勵我們的那麼多的媒體工作者 那麼多的新聞媒體的前線 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能夠得到獎項 得到更多的鼓勵 有那個動力繼續往下面去發展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這兩個獎項同時發展 同時分開都沒有關係 鼓勵大家立場是一次的 希望明年幾位參加 除了曾旭白的新聞獎 除了中央社之外的幾位企業界的朋友 也繼續支持這個獎項 包括中家的媒體素養獎 中家媒體素養獎是在2019年的時候 中家現在的團隊拿到了現在的中家的經驗權之後 在郭董事長的指導之下 甚至於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建議的洪委員在當NC委員的時候 也曾經要求我們在媒體素養這一部分多做一些 因此媒體素養獎項是在這兩年 今年是第二年 是全台灣唯一的一個媒體素養的獎項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獎項 我們會繼續的維持下去 這個獎項竟然有次項的入圍 有一個人會得獎 我們等一下很想看到 是誰會得到這個媒體素養的獎項 而且中家在做媒體素養 不是只有在做這個獎項 媒體素養還有做市媒體的相關的網站 還有相關其他的一些課程都有在做 謝謝中家今天的繼續支持 非常榮幸代表中家集團來參與今天這個盛會 那曾徐白先生新聞獎 其實是新聞從業人員的最高殿堂 那也是歷史最悠久的獎項 那身為有限電視地方新聞的工作者 今天受邀擔任頒獎來到這裡 其實特別感到榮耀 那當然新聞報導追求真相 不過在這個資訊非常爆炸的這個數位時代 每天我們的訊息量都非常多 而且傳遞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們認為 培養閱聽大眾的這個思辨能力更為重要 所以中家集團這幾年其實就是非常積極的 透過全省12家的有性電視系統 在各地積極推動媒體視讀 那當然在2021年起我們跟這個基金會這邊共同合作 我們設立了增設這個媒體視讀獎 那我們希望透過獎項呢 能夠喚起更多人對於媒體素養報導 以及媒體視讀的教育更重視 媒體素養獎共有兩名得主 分別是公視採訪團隊的 數位時代言論自由嗎 以及近新聞團隊的 不單純的 童年娛樂網路危機無國界 作品皆為非常優秀的媒體素養教材 我想說這個題目其實真的蠻少見的 然後這個線索我大概養了三年 然後這三年的時間我就覺得 那心情很忐忑 不知道隨時會不會有人來報導 但是又很希望早一點有人可以揭發這些東西 那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時候是 我在暴提的時候 因為我兩個長官 一個有兩個小朋友 一個沒有小朋友 所以大概可以預期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不過我就很感謝近新聞的主管 從大長官到小長官到屋外 都給我非常多的指點還有指教 那我想要呼應前輩剛剛講的就是 可以多關注一下記者的身心健康的問題 因為我本來以為我跑線10年 並沒有什麼 就是新聞跑完就消化了 但是我後來在懷孕生產的時候 才發現我所有的PTSB 都在產後憂鬱的時候爆發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關注記者 雖然在採訪現場 可能好像事情過完就算了 但其實都會在心裡留下一些落語 在這個資訊碎片化的時代 任何人想要得到一個問題的答案 都非常的容易 但也容易偏迫 一個深度報導的價值在哪裡呢? 在我們挑訂一則題目 開始邀約受訪者進行企劃 並且在採訪之後 將這些訪問的內容加以爬出的過程當中 我們付出的心理 希望透過這個獎項 能夠讓各多觀眾能夠理解 在深度報導在專題報導的這個價值呢 其實是值得肯定的 非常謝謝公視給我們這個機會 我每一次拿著麥克風 拿著筆 甚至在敲著鍵盤的時刻 我都感覺到一股榮幸 我也戰戰兢兢 每一次我都是如履薄冰的 面對每一位受訪者 在寫每一次的稿子的時候呢 我們都是請祝全力 鍾佳寬評2021年 和曾徐白先生新聞獎基金會合作 增設媒體素養獎項以來 增進作品逐年增加 今年度共有41件作品參賽角逐 期待有更多媒體同業參與 一起為提高台灣媒體素養共同努力 記者汪宇君 台北報導